第1410章该拿命来了 不加牌了 300亿和小命该交出去了 像沙虎心里微微咯噔 还扭头望了神小雕一眼 叶凡一笑 不用看他 他废了 控制不了我加牌了 像沙虎脸色巨变 似乎没想到叶凡窥探出他们端倪 随后他又冷笑一声 我都不知道你说什么 不加牌就开牌吧 时间差不多了 我要赶着去庆贺 500亿 还有你的命 足够我大罪三天了 虽然叶凡的话让向沙虎惊讶 但看到叶凡的暗牌 他又止不住冷笑起来 四张牌没自爆 不代表五张牌加起来还没事 叶凡 点数很不错啊 可惜你赢的几率太小了 你暗牌只能是三 大于三或小于三 你今天都赢不了我 像沙虎流淌着一股霸气 我不相信 你的暗牌会是三 而且我觉得 你应该早就自爆了 只是为了活多一会 死撑着加牌而已 怕 他把自己的底牌翻了出来 一个K 加上名牌 十 二十点 本王二十点 叶凡 开你的牌 二十点 像沙虎 果然二十点 全场哗然不已 伸长脖子望向叶凡 叶凡 没动 怎么 临死了 还要我送你一程 向沙虎宁笑一声 上前一步 一把掀开叶凡的底牌 方块三 三四五六 再加三 二十一点 向沙虎笑容瞬间停滞 方块三 毫无水分的方块三 这让叶凡的五张牌总数是二十一点 自然就大过了向沙虎的二十点 这 怎么可能 向沙虎无法相信看住桌上的底牌 眼里第一次有了茫然 怎么会是方块三 叶凡加牌三次 不仅没有自爆 反而凑成了二十一点 这运气实在太逆天了 向沙虎的同伴也都惊呆了 全身僵直 一动也不动 唐十二他们也本能保持沉寂 缓冲方块三带来的冲击 毕竟开局以来 向沙虎的气势一直压着叶凡 叶凡的不断加牌 不仅给人既不如人之感 也让人欧潮叶凡心理素质太差 很多人都认定叶凡必输无疑 所以看到他现在翻盘取得胜利 一个个都感觉很荒谬 神小雕知道他们一伙中计了 不然叶凡也不可能轻易破掉他的神控术 可却一时找不到叶凡胜利的漏洞 方块三 赢了 赢了 脸色苍白的韩紫期最先反应过来 呆愣一会后就尖叫起来 不受控制跳了起来 赢了 赢了 他还冲上去 一把抱住叶凡 喜极而泣 司徒空和霍子言他们也都很高兴 吊着的一颗心放了下来 叶凡轻轻拍着韩紫期一笑 我早就说过 不用担心 胜利是属于我们的 神小雕脸色清灰 盯着叶凡出声 叶凡 好手段 光明正大赢你们 哪有什么手段 叶凡坦然迎接神小雕目光 觉得我有问题 获出老千的 你仅可以查看监视期录影 或询问裁判团 倒是你们 一次次在爱丽莎游轮玩 见不得人的行径 前些日子 神小雕你带人来爱丽莎游轮 一连三个晚上联姻15居 一万块迎走我们好几亿 在外人看来 这是你们赌数过人 连小刀和九爷都输给你们 但在我看来 这不过是你们用催眠术催眠了他们 叶凡选择了一个 大家容易理解的催眠字眼开口 你用 自己的催眠术控制了小刀和九爷 让他们每一局都走向自爆或自爆边缘 让你神小雕百战百胜 因为司徒空和游轮的目光 一直盯着你是否出千 以及 何关是否被收买份上 忽略了小刀和九爷他们的态势 让你神小雕钻了空子 联姻15局 成为大家心目中的赌神 他毫不客气揭露着神小雕他们的底细 叶凡不仅要赢 还要他们身败名裂 啊 此话一出 全场顿时一片哗然 七七看住神小雕他们 15局的胜利 是靠催眠术 观战的九爷和小刀他们 也都目瞪口呆 自己输掉那么多赌局 原来是神小雕掌控了自己意识 他们回想一下 发现输掉的赌局 确实是自己不断加牌自爆而成 神小雕脸色一变 叶凡 你不要血口喷人 更不要杀人诛心 污蔑我的人凭赌数 啪 叶凡 打出一个响指 就知道你不会认账 所以我早就剪辑好你的对赌画面 你当时搞些什么动作 九爷他们是否被催眠 一目了然 随着他这一个指令 司徒控马上播放出神小雕对赌场景 在场宾客很清晰见到 神小雕每一场对赌 都会说一句辛苦了 随后就盯着九爷他们眼睛审视 细分的画面上 神小雕的眼睛好像特效一样 宛如无尽的深渊要把人吸引进去 别说当时对赌的九爷他们 就是在场宾客隔着荧幕 也能感受到神小雕目光的威力 这让在场宾客相信了不少 也让不少千金贵府流露失望 随后众人又见到 刀仔和九爷他们每一场赌局 基本上是自爆输给神小雕 而神小雕离开游轮时的汗流加倍 更是给人一种透支精气神的冲击 至此在场宾客基本上都相信 神小雕靠催眠取得赌局胜利 像沙虎脸色也变得难看 没想到叶凡早就识破他们手段 他怨恨看了神小雕一眼 都是这废物大意 不然自己今天怎么会输呢 这种合成的东西就不要拿出来丢人现眼了 神小雕看住叶凡冷笑一声 我真会催眠术 真能靠催眠术胜利 今天像沙虎就不会输了 今天一战 你依然对我施展了催眠术 想要迷惑我自爆输给像沙虎 叶凡早有准备 第一局我本来能够赢取像沙虎的 就是你对我搞鬼 引得我跟诸自爆 才让双方不得不平局的 我也是一时大意 以为你不是亲自跟我对赌 我就不会助到 可以跟像沙虎公平一战 谁知 还是被你迷惑了 如果我估计不错的话 你对我催眠是挤住手里的墨镜 那里有两朵向日鬼 映入我眼睛迷惑我心智 这也是我第一局 输掉的原因 如非你对我催眠 我怎么会拿着20点还加牌呢 叶凡继续打击着沈小雕 司徒空又让监控室传来几个片段 画面清晰展现了沈小雕 意图操控叶凡的行径 几个裁判团成员拿到沈小雕墨镜 也能辨认出镜片确实刻了向日葵 在场宾客见状又是一片哗然 对沈小雕彻底失去好感 而且他们都想起叶凡第一局加牌的诡异场景 只能用沈小雕催眠来解释了 诬陷 诬陷 天大的诬陷 如果我真能对你催眠 第一局就让向少赢了 何须第二局 沈小雕努力挣扎着 而且我能催眠你一局 就能催眠你第二局 为何还要你最终赢了呢 只能说你有猪队友 第一局向少本来能赢的 无奈他贪功 想要平级实力赢我 加牌赌一把 运气不好自爆 第一局合局了 本来我也会被你继续迷惑 索性像沙虎一口浓烟喷醒了我 让我及时恢复意识清醒了不少 叶凡看住沈小雕又是一笑 于是我在第二局装疯卖傻 避开你的催眠 最终靠实力凑出21点赢取胜利 当然 你无法强力掌控我 也跟你程度不高有关 不然就不会让我避开催眠赢得这一局 他有意无意挑拔两人关系 沈小雕果然眼皮一跳 扫过向沙虎一眼 显然心里咒骂着对方 向沙虎也怒不可斥 觉得沈小雕太废物 学艺不惊 算了 这些废话就不说了 叶凡望向了向沙虎 一声断鹤 来人 取向少小命 第1411章背后一枪 要我的命 你要得起吗 看到叶凡要自己履行赌约 向沙虎冷笑一声退后 本王子的命不是你能取的 沈小雕也一声令下 保护向少 二十多名像是保镖呼拉一声站起来 杀气腾腾护住了向沙虎和沈小雕两人 被称为敖都的耳环青年更是横在前面 向少 你们先走 叶凡绽放 一个笑容 向裁判团耸耸肩膀 公正团 是时候维护你们权威了 唐石尔喝出一句 向沙虎 沈小雕 愿赌服输 愿赌服输 呸 向沙虎也冷笑回应 我命由我不由天 裁判团大佬眉头紧皱 但还是喝出一声 拿下 他们不想得罪 向沙虎这种王室子弟 可毕竟白纸黑字摆着 不做点事情 很是影响他们德高望重的声誉 而且他们还能抽五十亿佣金 杀 随着他们这一指令发出 三十名执行队 围向了向沙虎和沈小雕他们 近百名宾客迅速退后空出地方 大家都知道向沙虎要撕破脸皮了 滚 就在这时 敖都脚步一挪 像魅影一样冲向执法队 砰砰砰 六名执行队员刚抬手阻拦 庞大身躯就被敖都炮弹一样撞中 一个个跟纸杂人一样跌飞 途中喷出一大口鲜血 接着敖都身子在闪 双手一拍 三名保全人员被打飞 落下时直接晕死过去 四名执行队员拿着盾牌一压 却被敖都双脚连连踢出 毫不留情点飞出去 一地狼藉 敖都强大 让人震惊 趁着这个机会 像是保镖捡起执行队员的武器 团团护住向沙虎和沈小雕 他们想要迅速护主撤离 但很快就被外面的执行队员压制回来 向沙虎他们只能不断后退 最后停在大厅落地窗旁 退无可退 向沙虎和沈小雕 只能面对两端入口涌现的执行队员 三十多人面对近百人 剑拔弩张 像是保镖虽然人少 但一个个战役滔天 充满着野兽气息 他们要死磕到底 要护住向沙虎性命 向少虎 你们还真是让我失望啊 叶凡笑着上前 我以为 你一个堂堂相国十四王子 哪怕在滚刀肉也该言而有幸 可是没想到 一百多人看住的赌局 你却愿赌不服输 你 这个样子 以后怎么在江湖上混啊 怎么做相王啊 他挥手示意或紫烟 把向沙虎的支票拿走 最快速度兑换现金 免得向沙虎连三百亿都不给 老子做了相王 想怎么混就怎么混 本王子从不在乎什么名声 我也不会被生育所束缚 向沙虎巴搭了一下烟斗 再说了 现在被你弄死了 还有哪门子生育 还做哪门子相王 而且我告诉你 叶凡 虽然你叶家人 但不代表你能杀我后全身而退 拾去的 今晚赌局到此为止 放我走 我可以考虑说服我母后 放货含两家一条生路 再把 三百亿和千尹核心 演算法给我 我可以让七曼青和秦师姐 他们平安回神舟 他 提醒着叶凡 不然 我有事 他们有事 你和叶家都有事 霍涵两家恩怨一笔勾销 牵引危机平安化解 三百亿 还有你的命 叶凡挥手从司徒空手里 拿过一张纸 这些都是写进白纸黑字的赌约 你输掉了赌局 这些东西本来就该履行 现在拿着他们跟我讨价还价 你脑子进水 你耍赖也没用 我手里 的赌约 有你们签字画鸭 还有公正团见证 别说是你 就是你爹 也耍赖不了 像沙虎 乖乖履行赌约 我可以给你一个痛快 不然你会死得很痛苦 他缓缓穿过人群 直接面对像沙虎 沈小雕他们 叶凡 三百亿可以给你 我甚至可以再加两百亿 牵引一事也可以化解 只要你放过相少 沈小雕抬起头 诱惑住叶凡 我们履行赌约 的其余条件 再加两百亿 换取相少一命 如何 不如何 钱 我多的是 不差两百亿吃饭 叶凡毫不犹豫拒绝 盯着像沙虎冷笑 他动了我哥哥唐十二 我不弄死他 怎么对得起唐十二 看戏的唐十二 差一点就摔倒 心里苦笑 叶凡总是给他捅刀子 而且他还不得不感激 叶凡重情重义 叶凡 你动我 后果有多严重 你知道吗 像沙虎目光很利和道 我是十四王子 未来相王 你杀我 扛得起吗 白纸黑字 杀了你 也没有一个人 敢明面上指责我 就是相王 四王妃 也只能被地里哭泣 暗中算计我 而不敢公开说我不对 叶凡言语很是不屑 再说了 扛不扛得起 是我的事 你好好上路就行 像少面子都不给 找死是不是 看到叶凡牛哄哄的样子 大杀四方的敖 都按捺不住 忽敌一个剑步冲了过去 他一拳轰向了叶凡 雷霆万军 一拳击出音爆动静 武侠电影才有的画面 在叶凡面前发声 只是叶凡看住冲来的拳头 不但不惧 还淡淡一笑 他从容不迫 抬起一只手 握向轰来的拳头 拳头被叶凡握住的瞬间 熬度冲刺一般大吼一声 爆发出全身的力量 四 一股无匹力道奔涌而出 敖都本能想退 想躲 却已经太迟了 拳头和臂膀被扭成了麻花 啊 敖都一声惨叫 眼睛恢复了正常 神情也变得更加痛苦 叶凡没有废话 一脚把对方踹了出去 砰 一声巨响 敖都砸中十几名像是保镖 十几人闷哼一声 摔倒在地 无比狼狈 敖都想挣扎起来 结果喷出一口鲜血 倒地昏迷了过去 看到这一幕 像沙虎和神小雕 脸色都凝重无比 下意识紧握武器 叶凡的温弱 让他们都忘记 这是一个绝顶高手了 现在叶凡招打败敖都 只好让向沙虎凝重 叶凡 你真要鱼丝网破 向沙虎握着一把短枪 盯着叶凡宵不已 真的死磕 你们也要死不少人 沈小雕也喝出一声 叶凡 万事留一线 日后好相见 紫七 紫燕和七总求你们的时候 你们怎么不说这句话 叶凡不置可否 现在我占据优势 又喊着得饶人处且饶人 而且你们想要鱼死网破 我只能说你们太天真 这是爱丽莎游轮 是我地盘 除了裁判团带来的 一百名执法队员外 还有我叶氏长枪队 你们死磕布了话音落下 门口响起了一阵 灯灯灯的整齐脚步声 接着 几十名鹤枪实弹的 游轮护卫出现 穿住黑色靴子 戴着头盔 穿住防弹衣 手持散弹枪 训练有素 把向沙虎他们扇形包围起来 盾牌灵力 枪口阴森 扼指向沙虎他们的反抗之心 向沙虎声音一沉 叶凡 你铁心要本王子的命 你杀了神小雕 我可以不杀你 叶凡突然冒出一句 十秒考虑 神小雕他们神情一变 王八蛋 叶凡 向少虎文言勃然大怒 对住叶凡歇斯底里吼道 老子虽然不想死 但不代表老子就怕死 要我对兄弟下手 你他妈的脑子进水吗 你就是一枪爆掉我 我也不会对神少下手 老子不是无情无义的人 下一秒 他枪口一偏 砰的一声打中神小雕背部 一股鲜血瞬间蹦射出来 第1412章大势已去 砰 一颗子弹没入神小雕的背部 子弹冲力狠狠掀翻了神小雕 让他一声巨响撞倒一张沙发 然后甩在落地窗玻璃上 玻璃咔嚓一声 猎出蜘蛛一样的痕迹 但没有破碎 下一秒 神小雕重重摔倒在地 脸上很是痛苦 这一枪虽然没有要他的命 但也让他遭受到重伤 鲜血哗啦啦直流 沈少 沈少 几名沈家死中见状大惊 忙冲过去连连喊叫 快 快 给沈少只削一人掏出 红颜白药舞在神小雕伤口 只是相比身体的疼痛 沈小雕更多是愤怒 他一把推开轻信 对助向少虎喝出一声 向少 你干什么 沈小雕怎么都没想到 向沙虎会给自己一枪 向是保镖也是呆愣不已 一时没反应过来怎么回事 要知道 上一刻向沙虎还喊叫着 沈小雕是兄弟是朋友 怎么下一刻就直接偷袭轰一枪呢 叶凡倒是笑而不语 似乎早撂到这一幕 还挥手让司徒空他们不要乱动 他还让游轮护卫队退后四五米让出空间 干嘛 向沙虎对沈小雕吼叫一声 妈的 让你来游轮好赌 不是让你来出千 前些日子用安纯手段赢了十五局还不够 今天 这种旷古绝境的赌局还出千 老子输了不要紧 丢了性命也无所谓 但玷污了本王子生育 那绝对不行 本王子没有教过你 做人要堂堂正正 对赌要坦坦荡荡嘛 本王子眼里一向容不得沙子 既然知道你催眠出千 无论输赢 本王子都留不得你 来人 把沈小雕给我乱枪打死 我要给赌局证明 给王室证明 给相国证明 落地有声 大义凛然 义正词言 冲击着每一个人的耳膜 也让在场众人目瞪口呆 叶凡和唐石尔他们也都差点凸显 这像沙虎不仅卑鄙跋扈 还厚颜无耻 那一番大义凛然的话 估计也只有他能说出口了 几十名像是保镖 沈小雕也是目瞪口呆 脑子一时反应不过来 而且沈小雕一直是自家人 现在对他下手 他们多少有些为难 阿斗 沈小雕则反应了过来 盯着向沙虎愤怒不已 你脑子进水 看不出这是叶凡挑拨离间吗 他不敢杀你 又没借口杀我 只能蛊惑你对我下手 你不跟我一条心对外 还背后捅我一枪 你就是扶不起的阿斗 他恨铁不成钢 你这废物 怎么对得起我辅佐 怎么对得起沈家支持 玷污王氏名声 还敢骂我 天能容你 我不能容你 向沙虎再度吼叫一声 杀了沈小雕 他毫不犹豫 对着沈小雕扣动扳机 沈少小心 一名沈小雕的亲信 眼疾手快 喝叫一声之鱼 也横挡过去 只听砰砰砰几声 子弹尽数倾泻在他身上 打得他身子不断抖动 鲜血见射 只是这名沈氏死忠 始终撑着沙发 咬牙死死挡住 向沙虎的枪口 小钟 沈小雕看到轻信横死 怒不可斥 一声长吼 向沙虎 你这个阿斗 你这个废物 他想要冲上去 却被另一名魁梧轻信 一把拉住 沈少 快走 快走 他对沈小雕 急吼一声 向沙虎会杀了你的 说完之后 他也抬起手里枪械 对驻向沙虎 就是一顿点射 三颗子弹 嗖嗖嗖射过去 刚才 敖都队执行队 大打出手 撂翻十几人 让像是保镖和 沈氏金瑞 捡了三四把枪 是七八把刀 他手里 恰好有一把 也就能对抗 向沙虎一伙 砰砰砰 看到对方开枪 向沙虎反应极快 拉过一名保镖横荡 像是保镖惨叫一声 鲜血剑射惨死 向沙虎身子一纵 退后几步吼道 杀 杀了沈小雕他们 砰砰砰 沈家保镖没有在死磕 而是转身 对住落地窗玻璃射击 一连串的爆响后 落地窗咔嚓一声碎裂 沈氏死中 对沈小雕喊叫 沈少 快走 走你妹啊 向沙虎躲在保镖后面 扣动扳机 杀 杀了他们 沈小雕不死 就是你们死 今天赌局 就是他触签害了老子 枪口喷出子弹 拔得沈家死中 身子晃了晃 像是保镖反应了过来 跟住向沙虎 向沈小雕他们 发起进攻 子弹 匕首嗖嗖嗖乱飞 沈家金瑞 已经弹尽凉绝 只能咬牙喝叫一声 张开双臂 承受 弹头和匕首 鲜血横飞 沈家金瑞疼痛不已 身躯晃动 还不断退后 但依然咬着嘴唇喝道 沈少 快走 几名沈氏保镖 一个接一个横挡在前面 利用自己身子 挡掉子弹和匕首 他们竭尽全力 给沈小雕 赢取逃命的时间 司徒空望向了叶凡 询问要不要出手 拿下沈小雕 叶凡轻轻摇头 示意安静看戏就行 向沙虎 叶凡 我会记住你们的 沈小雕背吼一声 只要本少不死 我一定找你们报仇 说话之间 他用尽全力 撞碎破裂的落地扇 直挺挺 向大海坠入过去 冷风中的黑夜 像是野兽大口 迅速吞噬着 沈小雕的身影 妈的 要跑 像沙虎脸色微变 一枪爆掉一名 挡路的沈氏死忠 其余像是保镖也一涌而上 把剩余几名沈氏死忠乱刀砍死 像沙虎没有看这些小喽啰 速度极快 带着二十多名保镖冲到窗边 他们对住坠落的沈小雕 就是无情点射 嗖嗖嗖 无数子弹从沈小雕身边擦过 虽然没有子弹爆头 但还是由几缕鲜血蹦射 沈小雕闷哼了几声 显然又中了几枪 向沙虎正要再度瞄准 却见沈小雕扑通一声坠海 接着身子被海水溢卷 没入黑暗不见了影子 混蛋 像沙虎见状恼怒不已 对住大海把子弹全部打光 像是保镖也跟住射击 只是打空子弹也不见沈小雕惨叫 他们探头探脑想要看清 但十几米的高度 又是晚上根本无法锁定 追追 给我揪出沈小雕 向沙虎扯掉一个扣子 吼道 老子生要见人 死要见尸 找不到 沈小雕 你们全部要死说话之间 他还把几名横死的沈氏保镖一脚踹飞 像是保镖神情犹豫了一下 随后一窝蜂冲出了大厅 向沙虎挥舞枪械跟住要出门追击 却被司徒空他们拦住了 叶凡淡淡一笑 其他人可以追击 向沙虎留下来向沙虎勃然大怒 叶凡 你什么意思 你要我杀沈小雕 又不让我赶尽杀绝他攒紧没有子弹的空枪 你要出二乏 我向来一诺千金 叶凡看住像沙虎不置可否笑了笑 我说过 沈小雕死了 我给你一条生路 但没说放了你 何况沈小雕生死不明 你想要离开 没这么简单 你可以让你手下追击 但你绝对不能离开游轮半步 不然格杀无论 他坐在椅子上从容开口 所以向少也不要有浑水摸鱼的想法了 向沙虎愤怒的一台短枪指向叶凡 只是他很快又低垂了枪口 他的脑袋多了十几只散弹枪 只要叶凡一声令下 他就会被打成一堆血肉 大势已去 第1413章下半场开始 晚上九点 宾客散去 爱丽莎邮轮却依然灯火通明 叶凡坐在船长办公室的甲板沙发 一边跟韩紫棋和霍紫燕喝茶 一边观看着维多利亚的夜景 烟花耀眼 家人在旁 叶凡突然感觉 只醉精迷也是不错的人生 叶少 司徒空匆匆跑了过来 对住叶凡恭敬出声 裁判团已经送走了 给他们开了50亿的支票 一个个都很高兴 像沙虎也已经关押起来了 三层关卡 我还派了重兵盯住他 没有人能够接近杀掉他 他也无法从关押处跑掉 只是这小子真是滚刀肉 一直骂骂咧咧 还喊着迟早要砍你脑袋 如不是你盯住过不要伤他 我估计要把他四肢全部打断 他对叶凡无比的恭敬 今晚一战 不仅轻易迎了向沙虎 挽回邮轮的堵听声誉 还连销带打 瓦解他跟沈小雕关系 司徒空发自内心的叹服 这也让他对叶凡更加崇拜 像沙虎对叶凡的叫嚣 也就让他很是生气 一个接下球 也就只能过过嘴硬了 叶凡笑了笑 当然 我们也不能让他气焰这么嚣张 司徒空眼睛一亮 那我给他一顿嘴巴 让他拾去一点 这种滚刀肉 你揍他一顿 不但不会让他夹着尾巴做人 反而会让他变得更加怨毒 叶凡轻轻摇头 这种怨毒会让他变得更坚硬 就算你一时压住了他的气眼 一旦给他找到机会反弹 他就会十倍百倍还回来 他靠回沙发上 不击溃他的心智 你天天揍 他也没异 霍子燕也叹息一声 像沙虎这种混蛋确实可恶 但不得不说 这人渣只能毁灭 难于打败 其实还是由法子摧残他的 叶凡绽放一个笑容 随后挥手示意司徒空过来 对着他耳朵嘀咕了几句 司徒空先是一愣 随即大喜 连连点头 听完之后 他就迅速离开甲板去安排了 你让司徒空去做什么啊 韩子七好奇向叶凡问道 什么法子能击溃像沙虎这种人渣心智 保密 过几天你就知道了叶凡笑了笑 随后端起茶杯 来 喝茶 庆贺我们今晚起开得胜 韩子七和霍紫燕也不多问 端住茶杯一碰 笑容明媚喝了下去 第一次发现 这维多利亚的夜景这么漂亮 韩子七坐在叶凡身边 笑容甜美望向了前方 眸子深处 竟是烟花璀璨之光 不是维多利亚夜景漂亮 是韩总你心情今晚大好 或紫燕浅一笑 双腿一挫开口 叶凡赢得赌局 不仅赚了三百亿真金白银 还挑拔了相神两家的关系 更是捏住了像沙虎这个重要筹码 牵引海外分布的困境 或韩两家的危机 都很大可能因为今晚一战出现扭转 他喝入一口红茶 别说你高兴 就是我 现在也感觉轻松不少 哥哥 我现在心情确实不错 看来紫燕分析得很对 韩子七娇笑一声 随后望向叶凡好奇问道 像沙虎是十四王子 身份敏感 还有重要谈判价值 你暂时不杀他 我可以理解 沈小雕这种阴险狡猾的人 你怎么 也眼睁睁看着他跑掉 让他活着离开 等同于放虎归山 他瞄了一眼海面上七 八艘来回寻找沈小雕的巷师快艇 一 我公开说了 向沙虎杀了沈小雕 我就给他一条生路 叶凡庸懒躺在沙发上 感受着清冷的海风 所以真让向沙虎干掉了沈小雕 我就算不马上放掉向沙虎 也无法给他苦头吃 不然会被人说我言而无信 现在 沈小雕中枪坠海 生不见人 死不见尸 我可以扯皮 像沙虎没完成任务 我要他活 他就能活 我要他死 他就得死 谁也只争不了我什么 二 一枪毙沈小雕固然痛快 也会让沈半成震怒 但绝不会让他马上跟四王妃翻脸 人都死了 在翻脸内讧没有意义 沈半成这种老江湖 肯定会权衡利弊一番后 暂时压制悲伤和愤怒 跟四王妃继续保持盟友关系 搞不好会让他们更加同仇敌忾 毕竟死了一个义子 不能再死一个亚子了 这意味着沈家无法对向沙虎发泄怒意 沈半成必然会转移到千尹集团和我身上 如此一来 七曼青和秦世杰他们就要倒大霉了 只有沈小雕半死不活 才能慢慢撕裂沈家和向沙虎的关系 也才能让沈家重心落在沈小雕活命上面 第三 沈小雕中枪了 哟 受到神控术反噬 一时半会先不起风浪 他活着 可以让向沙虎不安 也就能让向沙虎更加配合我们 所以相比沈小雕横死的永绝后患 他现在活着带来的好处大十倍 叶凡对两女提醒一句 当然 你们身边也要加强防备 免得出现什么意外 明白 那 韩子柒娇笑着搂住叶凡的手臂 看来四王妃和沈家这次要吃大亏了 宜人的香气 温热的娇躯 让叶凡有些迷醉 只是望着远处的烟火 他又想起了唐若雪的影子 结婚周年的那一晚 同样烟花璀璨 温软生香 随后 他又强制自己驱散念头 妄向获紫燕问出一句 紫燕 筹码兑换得怎么样 除了二十亿事 现金支票外 其余二百八十亿都是债券和抵押物 霍紫燕早就有所准备 毫不犹豫回应叶凡 估计是沈小雕没想过自己会输 没准备那么多筹码 结果像沙虎这个猪队友捣乱 要一局订书赢弄的沈小雕不得不临时凑筹码 债券有八十亿 这些属于国际硬同货 比较容易出手 两百亿抵押物 设计好几家大牌公司股份 他悠悠一探 其中一间公司还在相国境内 以我们 跟相国现在的恶劣关系 不太好收回来 叶凡淡淡一笑 也就是说 只有一百亿到手 或紫嫣点点头 没错 不过这也不能怪裁判团的会计师 毕竟按照市面价值 那些抵押物和债券绝对超出三百亿 他的俏脸有一丝无奈 叶凡从韩子期的温柔中钻出来 抵押物先不要管 尽快把支票和债券兑换 免得一百亿都没有了 这一笔钱进入或是基金会 叶凡笑容变得玩味起来 你们可以好好买进这几天 狂跌的霍寒两家股份了 估计未来两天 他们就会大涨了 说不定一百亿会变成两百亿呢 他手里还有菜云上这张割韭菜的牌没打呢 霍子嫣笑了笑 明白 我会妥善安排的韩子期坐着身子问出一句 叶凡 我们接下来怎么办 是拿着像沙虎找四王妃谈判吗 叶凡一抚女人的头 不 是四王妃找我们谈判 不过我猜测 四王妃今晚不会过来 因为他也是一个聪明人 是聪明 人就知道 谈判是需要多几个筹码的 叶凡望向了白云敬斋方向 也许 下半场已经开始了 第1414章侦查道歉 在叶凡跟韩子期他们谈笑风声时 白云敬斋正迎来一伙不速之客 虽然大晚上视线不太明朗 但还是能辨认出白云敬斋轮廓 青瓦红墙 飞檐斗拱 让人感受到这座寺庙的豪华气派 在霍商隐修行的平安殿大门之处 更有两个房谷大红灯笼高高悬挂 随着夜风的吹拂 灯笼低溜溜的旋转 霍商隐把霍氏集团交给霍子燕后 就常年住在白云敬斋修身养性了 他不止捐了给白云敬斋十亿 还给自己修了平安殿来居住 平时只有几个助理跟随 最近这两天 则多了几个或是护卫 平安殿灯光朦胧 门口不见守卫 一副入睡态势 此时一个敏捷身影在暗影中跳动 他把七 八个摄影机一一解决 让画面定格在前一秒 随后 他还绕着平安殿转了一圈 没有变故就发出讯号 信号发出 四周生动出境 十多名戴着口罩的相国猛男 像是灵猫一样迅速靠近平安殿四周 他们动作清洁四元 不发出半点声音 他们手里都握着一把匕首 冲 查看一番后 一个银发老者走到前端 眼睛迸射兴奋而嗜血地寒芒 正是四王妃身边的软管家 昔日蛇国出身的特种大队首领 他此刻看起来有如狮虎 充满了危险的气息 看住寂静无声的平安殿 他用力挥手 拿下货商银 身边十几名同伴 便如闻到血腥之味的狼一般 奔行如飞地向幽暗的平安殿扑去 夜色之下 拉出一道道身影 天安殿的大门时 十几人反手抛出了一根根绳索 动作利索地登上围墙 他们迅速翻入了前院 手里握紧了匕首 只要有人从平安殿跑出来 他们便会毫不留情击杀 冲 软管家也翻入境来 再度对住同伴一声命令 只是他刚带着人冲入殿内 看到佛祖下面端坐的霍商银 他又止不住心里咯噔 霍商银没有睡觉 没有惊慌 反而说不出的安静和从容 他一边转动佛珠 一边念念有词 一点都没有把软管家他们放在眼里 或商瘾 软管家口前舌燥 随后牙齿一咬 拿下他 就在十几名同伴要一拥而上时 只见平安殿各个隐蔽处 亮起几十道红外线 红外线呈现立体式交叉状的 打在了他们的身上 一时间每个人的身上全是红色亮点 软管家他们条件反射站定了身子 一动也不敢动地站住 他们都清楚 这些红外线 就是隐藏在各个角落的武器瞄准射线 也就是说 在这个时候 已经有几十只扫射型武器对准了他们 在如此密集的火力覆盖之下 根本没有拿下或伤影的可能 有一人不信邪 脚步一挪 如狸猫一样就地翻出 速度极快扑向或伤影 哒哒哒哒 几乎是他身形移动 无数弹头就倾泻过去 十几条交叉火力封住他的轨迹和身子 软管家眼睁睁看着 冲锋的同伴脚步一致 随后不断扭动身躯 建设一股股鲜血 很快 他就扑通一声倒在地上 身前身后多了几十个弹孔 鲜血浓郁 气氛凝重 但也压制了软管家他们鱼死网破的念头 大晚上的杀声实在是愧对佛祖了 或伤影缓缓睁开眼睛 对住佛祖咚咚咚嗑了几个响头 温怨情愁 佛祖见谅 随后 他又站了起来 转动着佛珠对软管家开口 等 那 你们半个晚上 总算来了 他风轻云淡 再不来 今晚就要熬夜了 那会严重影响我明天早课 哗啦 几乎是霍商影话音落下 只见平安殿灯光大座 数十名重装的飞虎队现身 他们手持扫射性热武器 还扛着一扇盾牌 把霍商影保护得严严实实之余 也包围了软管家他们一伙人 软管家眼皮直跳 艰难挤出一句 霍商影 想不到你把警方搬上来了 如果眼前不是训练有素的飞虎战队 而是霍家那些废物保镖 软管家相信自己有八成翻盘机会 毕竟他和十几名同伴 都是特征大队出身 可惜对上了港城王牌 而他们手里又没热武器 这一局毫无翻盘可能 我虽然退休了 但捐信了几十年警方 让他们保护我一次 不是很正常吗 霍商影笑了笑 再说了 我也是港城子民一个 飞虎战队保护我 也是职责所在软管家脸色难看 你知道我们今晚会来 还是四王妃归来后 你一直这样全面戒备 飞虎战队是攻器 又不是我 四兵 我可以厚脸皮用一次 但不代表能天天待在身边 或伤影脸上没有太多波澜 他们出现在这里 自然是算准你们今晚会来 不 应该是 叶凡断定你们有所动作 叶凡说四王妃是个很聪明的女人 或商影看住软管家 他们淡淡出声 一旦向沙虎被拿下 他不会马上找爱丽莎游轮谈判 而是活抓我和韩长山加重筹码 所以向沙虎一输掉赌局 叶凡就让人提醒我和韩长山 调动重兵保护 我也就给飞虎战队打了一个电话 不得不说 四王妃的确不烦 知道拿够筹码在谈判 可惜啊 他的对手是叶凡 他言语对叶凡流露出一股欣赏 软管家脸色很是阴沉 四王妃和自己还以为 这一起攻击是神来之笔 没想到早被叶凡看透 怪不得像沙虎今晚会输 放下武器吧 或商影温和一笑 我不想杀生 可不代表不会杀人 我修身养性这么久 一直无法顺利误导 就是杀心太重 随着他这句话发出 几十名飞虎战队又踏前几步 枪口 杀气腾腾指向软管家 软管家神情犹豫 知道打不过对方 但这样没有大打出手就投降 他感觉很憋屈 哒哒哒哒哒 或商影没有让他考虑太久 手指轻轻一挥 十几只枪口瞬间喷出弹头 把阮管家身边的同伴 全部扫射倒地 助手 助手 阮管家指不住吼道 我投降 我投降 第二天早上 叶凡早早起来 陈列一番后 就跟唐诗尔 韩子柒和霍子嫣吃早餐 他刚端起牛奶 就见一列劳斯莱斯车队 呼啸开到停车场 随后车门打开 钻出数十名相国男子 接着 四王妃从中间车子钻出来 他环视周围一眼 随后带着众人气势汹汹 冲上邮轮 一身滑衣 烛光宝气 还有一顶皇冠 把四王妃衬托得雍容华贵 只是他此刻的俏脸 少了从容和高傲 更多是一种狠力和冷恋 他来到甲板 对叶凡喝出一声 叶凡 马上把我儿子和阮管家他们放了 跪下来 给我唐大哥真的查到的歉 叶凡看住四王妃淡淡一笑 我给你一个聊一聊的机会 唐诗尔的手一抖 牛奶差一点洒了 第1415章跪了下来 下跪 侦查道歉 何止是四王妃和一众手下震惊不已 连唐诗尔他们也是目瞪口呆 这是他骂什么行为 这是空谷绝经的疯狂举动 四王妃怎么说也是异国之妃 出访过几十个国家 上至英国 下至兵国 所到之处都是享受尊贵和敬重 所有达官贵人都对他彬彬有礼 甚至从他们嘴里吐出来的言语 都会经过深思熟虑 生怕不小心冒犯到高贵冷淹的四王妃 但叶凡却要他下跪道歉 这已经不能用挑衅两字形容 更多是对相国的蔑视与不屑 这是四王妃从来没有设想过的情况 他以为叶凡在猖狂在嚣张 面对尊贵身份还是需要毕恭毕敬 现在他才发现想错了 四王妃声音一沉 叶凡 你刚才说什么 归下 道歉 叶凡目光坦然 听不懂中文吗 看到叶凡这么嚣张 四王妃瞬间怒了 叶凡 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 要本王妃下跪侦查道歉 你算什么东西 我告诉你 除了相王之外 这世界就没有一个人能让我跪 你识趣的 赶紧交出我儿子和阮管家 不然本王妃绝对跟你死磕到底 如非这是叶凡地盘 他真想一枪打死叶凡 区区一个矛头小子 在他面前耀武扬威 不是找死是什么 下跪怎么了 叶凡声音一沉 侦查道歉怎么了 我唐十二大哥堂堂堂门十二支主事人 富可敌国 支手遮天 称得上神州金字塔的大人物 为了化解千尹集团和霍涵小小危机 他都能跪在你和像沙虎面前侦查道歉 你为了儿子生死 却不能牺牺牲自己的尊严 是觉得你王妃地位比我大哥高呢 还是觉得你儿子性命不如牵引危机呢 我 今天就把话放在这里 你不跪下来给我大哥侦查道歉 你连跟我谈判的资格都没有 叶凡 易正此言 毫不客气打击着似王妃 让他气得身体不断发抖 唐十二的老脸也纠结起来 可怜巴巴看住叶凡 大哥 你才是我大哥 这是要把他架在火炉上烤啊 四王妃一跪 不但唐门在相国的产业会被横扫 他这辈子也会成为四王妃的眼中钉 只是唐十二又很无奈 自己这时不能跟叶凡唱反调 不然就显得自己不厚道 树子 你敢如我 四王妃怒急而笑 伸手一把掀翻叶凡的茶几 信不信我轰了你这条船 哗啦一声 十几个碟子 杯子 盘子全部落地 摔了七零八岁 满地狼急 韩子七尖叫一声 狼狈不堪躲避 霍子嫣也慌忙起身躲避 唐十二闪躲不及 价值十万的唐庄 被一杯黑咖啡泼得面目全非 啪 叶凡没有废话 反手一巴掌打在四王妃脸上 巴掌清脆响亮 不仅打得四王妃 亮枪后退几步 还让她脸颊迅速红肿起来 如非几个王室保镖及时搀扶住 只怕四王妃已经摔倒在地 全场瞬间一片死寂 众人目瞪口呆看住叶凡 连韩子七和霍子嫣也睁大了眼睛 谁都没想到 叶凡会这样动手 还直接给四王妃一个耳光 四王妃捂住脸呢喃一声 你敢打我 这里是爱丽莎游轮 不是向国公馆 更不是向国地盘 叶凡毫不客气 踹飞一名王室保镖 目光凌厉 逼是住四王妃喝倒 你要在这里撒眼 需要先问我这个主人 你是王妃怎么样 你身份显贵又怎么样 就凭你昨晚派遣软管家 袭击和先生一事 我现在一枪崩掉你 也不会有人指责我 给你一分钟 叶凡喝出一声 要骂贵 要骂滚 王八蛋 你太嚣张了 一个体格庞大的 向国保镖勃然大怒 吼叫住要向叶凡冲过去 四王妃不只是她的主子 还是她心中女神 这样被羞辱 她无法忍受 太雷 退下 四王妃喝退魁梧的保镖 随后盯着叶凡出声 叶凡 你非要这样撕破脸皮吗 叶凡看住 四王妃淡淡出声 还有二十秒 欺人太甚 太雷吼叫一声 不带四王妃阻拦 就气势如虹冲向叶凡 她要一拳砸碎叶凡脑袋 她的速度很快 就像是白马过戏 叶凡没有太多动作 也没有躲避 只是微微抬头 阴冷了眼神 太雷是个骨子里流淌战役 又热血的拳王 曾经在东南亚黑森林 全场百战百胜 也因为这一个战绩 她成了四王妃的贴身保镖 无数次血火淬炼出来的气息 让她暴怒起来 显得相当吓人 但也因为多年练就的危险感应 让她眼里流露出一丝罕见的谨慎 她下意识停止了脚步 没有来由地相信 只要自己在踏前半步 叶凡就会让她横死当场 而她却没有挡机的信心 太雷不甘心也不服气 她死命告诫自己 要为尊严上前一战 但双脚就是不受脑控制 叶凡目光淡漠地看住她 眼皮没眨 嘴角没动 秀 就当泰雷精神一弱的时候 一道手影一傻而过 泰雷瞬间感受到灵力杀气 下意识地往后跃出 待她重新站到四王妃身边时 才发现心脏处钻心的疼痛 她低头一看 有一道淡淡凹痕 不深 却让她感受到窒息 这点小伤不至于重创泰雷 但她轻叶凡已经留情 否则心脏早被震爆 她嘴角抽动不已 凝重地看住叶凡 叶凡依然面无表情 就连背负的动作都没什么变化 像是从来没有出手 更没有攻击 如非心脏处的钻心疼痛 泰雷几乎怀疑叶凡曾经触碰过 叶凡望着她冷笑一声 不要冲动 你现在什么都不做 你不会有事 但如果你在动怒 在出手 你的心脏就会爆掉 相信我 我是爱丽莎游轮的老板 但我更是个出色的华一 如果你觉得我在唬弄你 你可以再动手试试 叶凡警告着对方 小子 你当我吓大的 泰雷脸色难看 却不甘心 老子不信邪 你别装神弄鬼 说话之间 她又踏前一步 抡起拳头砸向叶凡 嗯 这次 拳头还没落下 泰雷就身躯一颤 神情痛苦 好像遭受到铁锤重击 她闷哼一声 死死捂住胸口 再无刚才的不可一事 下一秒 她扑通一声倒地 双脚颤抖 脸色煞白 四王妃止不住喝道 太雷 太雷 太雷口鼻喷血 看出四王妃很是悲戏 似乎想说些什么 却什么都说不出来 随后 她脑袋一歪 没了声息 众人大吃一惊 没想到叶凡判断这么厉害 太雷一怒 真的心脏爆裂 四王妃凄力喊叫 太雷 太雷 其余向国保镖想要动作 却见司徒空等人显身 游轮枪手把他们围住 叶凡望向四王妃淡淡开口 还有三秒 王八蛋 欺人太甚 四王妃悲愤一声 抬手就要抽叶凡一巴掌 只是刚刚抬手 她又硬生生忍住了 她已经知道 叶凡不是善茶 好 只要你能承受得住 只要能救我儿子 我跪 四王妃直听挺 向叶凡跪了下去 第1416章不欢而散 王妃 看到这一幕 向国保镖愤怒不已 纷纷对住四王妃喊叫 同时 他们对叶凡更加恨之入骨 跟随四王妃这些年来 一直都是别人跪在四王妃面前 何曾见过四王妃低头 但今天 她却跪在叶凡面前 一个个悲愤憋屈不已 不错 能屈能伸 不愧是四王妃 不过 求人 就要把全套戏做足 否则就显得不够诚意了 叶凡脸上没有半点波澜 让司徒空端来一杯茶 然后放在四王妃手里 向我唐大哥道歉了 我们就可以坐下来说一说像杀虎的事情 她还一把按住要跑路的唐十二 唐大哥 你那天去相国公馆受尽了耻辱 我当时就答应过 一定替你讨回公道 今天我给了四王妃一个耳光 还让她跪了下来 陷在她 端住一杯道歉茶 要不要接受 你说了算 叶凡让唐十二坐到四王妃的面前 接受 我就跟她谈判 不接受 我就跟她与四王破唐十二苦笑一声 叶老弟 你这一刀 狠啊 她想起那一句经典台词 出来混 迟早要还的 唐十二 相国公馆是我不对 不该打你耳光 不该让你下跪 我道歉 四王妃俏脸挤出一丝笑容 语气却带着一股子阴寒 我向你说对不起 希望你大人大量 喝了这一杯茶 她饱受屈辱一样举起茶杯 放在唐十二面前 虽然我知道你道歉不是出于本意 以后还会因今天吃辱报复我 但我还是愿意接受你这杯茶 唐十二恢复了平静 看出四王妃叹息一声 因为己 十年过去 你不再是当初的小姑娘 我却还是那个唐十二 你是我救下来的 我又怎忍心让你过得不好 江湖凶险 好好保重 话音落下 唐十二接过茶水 一饮而尽 随后起身从容离去 四王妃看出她背影微微一正 似乎想起两人第一次见面的场景 毛子的仇恨少了很多 叶凡也感慨一声 将还是老得辣 唐十二这几句话 有怀旧 有宽容 有嘱托 还有带你如初恋的情怀 三十分钟后 一楼甲板 叶凡坐在露天沙发 手里拿着一挺吊杆进行海吊 收拾一番平复了情绪的四王妃 重新出现在叶凡面前 她已经知道叶凡的性子 开门见山 开出你的条件 让我带走向沙虎和软管家 在你想着带走向沙虎之前 你要先想法子说服我 让他活下来 叶凡目光望向了远方海面 沈小雕还没找出来杀掉 我随时可以依照赌约 一刀砍了向沙虎 叶凡 我知道你想挑拔 沈家和向家的关系 四王妃也是个聪明人 你让向沙虎 杀沈小雕这一招 也确实歹毒 可我还是想要 告诉你 沈家和我们的关系 不会如你想象的脆弱 别说沈小雕 只是沈半城的意思 就算是亲生儿子 被我们娘俩杀了 沈半城也不会报复我们 因为他在我们身上 投资太多了 向沙虎的上尉 更是关系到沈家 未来的百年布局 只要不是死到沈半城自己 他不会轻易 跟我们撕破脸皮闹翻的 你的离间之际 真没有意义 事实上 沈半城早上 也亲自给我打了电话 安抚我不要因沈小雕一事 担心沈家翻脸 他理解向沙虎开枪 也会继续支持我们娘俩 你扣着向沙虎一想天开 挑拔我们两家 还不如要点实际的东西 更有意义 四王妃散去了 众人面前的愤怒和羞辱 翘脸多了一抹睿智和冷冽 站在叶凡身边 轻柔出声 看来我低估了 你们两家的关系 叶凡脸上 没有太多波澜 似乎早料到这一出 不过也是 你们没有娘家 势力的孤儿寡母 对于沈半城来说 是容易掌控的傀儡 你们上尉 等同于沈半城上尉 出于长远战略来看 你们关系 的确不是轻易能破坏的 只是 我还是想要 沈小雕死 她如果不死 向沙虎的生死 就在我一念之间 就算你带回去 我也能随时捏着赌约 要她的命 所以要想我给 向沙虎一条生路 王妃 你最好尽快拿 沈小雕来换 她与其很是平静 不然我哪天脑子一抽 就可能斩了你儿子 叶凡 你听不懂我的意思吗 似王妃声音一冷 沈小雕下落不明 意识找不到 而且杀她没有意义 你可以开其他条件 给我带走儿子 只要你的条件不过分 我都会尽力满足你 她柳梅倒树 盯着叶凡出声 即使你要化解 牵引危机 我也可以全力周旋 有 没有意义 你说了不算 我说了算 叶凡淡淡一笑 哪怕真挑拔不了 你们两家 只要我高兴我乐意 你就要想法子 弄死沈小雕 至于 牵引困境 祸寒危机 那是沈小雕 横死后在谈的事情 而且你连沈小雕都杀不了 我又怎么相信 你能化解牵引危机 对叶凡来说 沈小雕虽然只是义子 但逼迫四王妃追杀 多少会让沈家人心里不爽 沈半城再怎么长远战略 沈小雕横死 也会成为一根刺 一旦将来利益到手 沈家上尉 他就会跟四王妃 心仗旧仗一起算 而对于四王妃 和向沙虎来说 有第一次下手 就有第二次下手 这会为沈半城 带来极大的危险 四王妃立刻一声 叶凡 你非要沈小雕死 叶凡毫毫不犹豫回应 是 四王妃怒笑 叶凡 你非要撕破脸皮 不死不休吗 当七曼清 他们被你们抓起那一刻起 我们之间就已经 撕破脸皮了 叶凡无事 对方怒意 而且我光明正大 捏着向沙虎和软管家生死 我不怕千夫所指 也不在乎压力 当然 你可以派人来营救 或向神州抗议 只是我要提醒你 你最好能雷霆 把向沙虎他们就走 不然你的轻举妄动 只会给他们带来痛苦 还有 要快 不快一点杀掉沈小雕 我担心向沙虎熬不住 我给你三天时间 三天见不到沈小雕脑袋 你就不用想着 带向沙虎回去了 说完之后 叶凡手指轻轻一挥 送客 叶凡 四王妃咬牙切齿 想要发飙 却最终忍下 一脚踢翻叶凡的鱼筒 随后转身离开甲板 十分钟后 四王妃钻入了劳斯莱斯 脸色阴沉的可怕 一个女秘书递给她一条毛巾 擦拭双手 王妃 现在该怎么办 四王妃翘脸意冷 照相依偎 第1417章各自出招 你觉得四王妃回去 是找人救人 杀你 还是杀神小雕 几乎四王妃的车队 刚刚消失 叶凡所在的甲板上 又多出一道 相逢醉人的歉影 徐谦谦走了过来 语人一件私质学坊 蕾丝衫 一条合身的牛仔裤 简约 却朝气满满 她手上还戴着一串 琉璃手链 雪白的手腕肌肤 和色彩缤纷的琉璃手链 不但没有让这个女人 显得落入俗套 反而有一种 轰托出她应有的婉约 再配上她那份 清秀到极致的面容 很容易让人感慨 这真是一个 东方式的典雅女人 四王妃 会是这样容易妥协的人吗 叶凡风轻云淡开口 而且像沙虎能不管不顾 四王妃却要衡量各种利弊 不到逼不得已 她不会轻易妥协 杀掉沈小雕的 这三天 她会出很多谋恶子 叶凡对四王妃也做足了功课 清楚她接下来会有什么反应 这样看来 你还要跟她争斗一番 徐谦谦浅浅一笑 你可要看好像沙虎 不要被她把人救走 不然人之安全了 她一定会残酷报复你的 没事 我早就有所准备 叶凡很有自信 别说她手里力量有限 就是来一千人 她都不可能把像沙虎救走 救不了人 她还可能绑人呢 徐谦谦提醒一句 绑布勒霍商隐和韩长山他们 她可以绑你身边其他人 紫燕和紫琪身边明暗未对保护 司徒空也常年待在爱丽莎邮轮 四王妃绑我身边哪个人 叶凡不知可否 唐诗尔是个不错的人选 带以四王妃的聪明 肯定不会去动那个老狐狸 不然分分钟 没绑到人 反而被她全部坑杀了 叶凡已经做好了安排 港城现在是铁板一块 四王妃根本无法下手 徐谦谦神情犹豫着开口 港城下不了手 可以去其他地方啊 去宝城 绑我爹 绑我妈 那是有多少死多少啊 叶凡目光落在自己的余线上面 语气带着漫步惊心 南陵 榜东书 我估计 他恨不得向国人过去动手 尚未这么久 正缺一点功绩呢 龙都 金之灵 宋红颜 苏西尔 公孙 苏西尔 公孙 倩 他们有一堆人暗中保护 四王妃先不起风浪 中海 黄飞虎和杜天虎 他们力量薄弱了一点 但一门二虎三财神 想来抱团 四王妃一样难下手 说到这里 叶凡自嘲了一声 他要感谢灵丘灵 因为这个女人的危险 让叶凡对身边人 都加强了防护 不然还真可能 给四王妃找到缺口 想不到你这么细心 早就妥善安排好一切 徐谦谦神情复杂 看了一眼叶凡 随后话锋一转 你救我一命 我帮你一次 你要我做的事情 已经做完 我也让你赢得了赌局胜利 你现在是不是 可以让我走了 他眸子又变得 如春水一样汪汪 你可是大人物 不能出尔反尔 欺负我这种肉女子 你要走 随时可以走 叶凡淡淡一笑 没有人会拦着你的 徐谦谦向叶凡伸出了手 我的帝皇之心 和老人于海呢 你刚才说 我就你一面 你帮我一次 可没有说 把东西也还给你 叶凡绽放一个笑容 再说了 这是世界文化魁宝 你盗窃出来已经不对 再拿走 去换钱更是最大恶极 我如果没有撞见就算了 现在看到了 我怎么可能还给你去交易 他侧头看住女人 再说了 我就算要还 也不是还给你 而是还给罗复公 叶凡 你这王八蛋 你这小人 你当初可是说了 我帮你了 你就不丢帝皇之心 和老人于海 徐千千俏脸一怒 你怎能说话不算数呢 没错啊 你帮我了 我就不丢帝皇之心他们 我也确实没丢 叶凡坦然迎接着徐千千愤怒的目光 但不代表我就要还给你 这可是我的心血 可是我拿命换来的 你怎能这样霸占呢 徐千千气得不行 枉费我尽心尽力做核官 配合你拿二十一点赢了像沙虎 没有我帮忙 你就未必能赢像沙虎 也就没有化解牵引危机的筹码 叶凡 你怎能过河拆桥呢 他恨不得拿刀咔嚓咔嚓砍了叶凡 为了偿还叶凡的人情 和拿回两件宝物 他屈尊做了昨晚豪赌的小核官 期间 他还用举世无双的千千御守手法 帮叶凡赢了价值五百亿的赌局 你看你 又混淆了吧 你帮我不过是还我救命之恩 跟两件宝物毫无关系 叶凡脸上没有半点波澜 而且赌局 一战你有功 但不代表非你不可 无论是神小雕还是想杀活他们 目光都在我身上和手里的牌 完全忽视核官这个角色的存在 换句话说 我换一个核官出千 也一样必 赢的结局 之所以让你上 固然有看中你守法的缘故 但更多是给你报恩机会 真正论起来 你更应该感谢我 跟 向沙虎的惊天一战 叶凡从神小雕赌局中 受到了启发 神小雕连赢十五局 所有人目光都指定着 他和核官出千 却灯下黑 忽视了九爷这些对手的变化 所以叶凡也在 和核官这个角色做手脚 他吸引众人目光 聚焦在他和像沙虎身上 却忽略了和核官的角色 神小雕他们认定 叶凡会被催眠到自爆 也就对和核官是谁担任 毫不在意 对战相沙虎 只要叶凡想要 无论他是不是被催眠 徐千千都能用精湛手法 给叶凡发出二十一点 所以那一局还没开始 基本上就注定叶凡必赢 之所以搞出那么多事 不过是又是像沙虎加大赌注 叶凡 你太无耻了 徐千千被叶凡气得吐血 只是又无可奈何 叶凡的文字游戏玩得太溜 让他一点把柄都抓不到 但他也清楚 叶凡吃软不吃硬 私立一番 徐千千咬着红唇 说吧 我怎么能拿回帝皇之星和老人于海 老人于海 你是博物馆偷出来的 全世界目光都盯住 你几乎没有交易的可能 叶凡也没有兜圈子 所以你要回去也没多大作用 我给你一千万 算是我跟你交易买下来 倒是帝皇之星 你从犯 国王是弄来 属于私人物品 我不介意还给你 但前提要帮我做一件事 他开门见山 把老人于海给我送去一个地方 徐千千先是一正 随后想通了什么 翘脸一变 叶凡 你真是歹毒啊 几乎同一个时刻 向国公馆 中书大厅 气氛凝重 四王妃一边按住蓝牙耳机 一边拿笔在白纸上写下一个地址 随后 他把白纸递给一个西瓜头男子 语气带着一股子森寒 向一位 你带人去一趟中海 第1418章各自安好 在叶凡安排徐千千下一个任务的下午 中海正刮起了大风 即将暴雨的风 不仅带着一股沉闷 还带着一抹燥热 接近四点 唐七旗搀扶着唐若雪 从中海富佑医院走出来 小心翼翼走向唐七开来的林肯车 姐 你就是喜欢折腾 好好待在家里 让公孙先生他们去别墅给你把脉检查 比富佑医院挤来挤去好十倍百倍 你看看 咱们排队检测加起来 五六个小时 从上午熬到下午 这还是提前预约的情况下 否则今天都未必能全部检查完毕 我年轻貌美 不 年轻力壮倒是无所谓 但怕你跟胎儿挤出事情 下个月胎检 你可千万不能来这里了 哪怕你不想公孙先生他们检查 也可以去私立的远东医院这些 何必就要来中海富佑呢 不就多一台六维高清彩钞机器吗 唐七旗一边前行 一边散发出卷说着 劝告唐若雪不要来这种大医院受罪 实在是太累人了 我只是知道辛苦麻烦 也知道几来几去容易出事 所以让你过来帮忙排队取资料 唐若雪很直接 不然我让你过来干什么 看来我就是你的工具人啊 唐七旗嘟囔一句 我不管 今晚你要请我吃火锅 不然以后不陪你来了 我现在可是半个网红 一分钟好几块钱上下 耽误一天陪你产检 我少收入 他扳起手指头算了算 少赚四五千呢 吃火锅没营养 唐若雪毫不客气拒绝 回去吃饭 清神已经熬了鸡汤 做了四菜一汤 可以满足你这个小明星了 而且家里饭菜比外面前进 你不要 耍性子了 说话之间 他拉开车门钻入了进去 手里紧紧抓着档案带 胎儿一切正常 他心里轻松不少 清神的饭菜 我没胃口啊 唐七旗脸上很是郁闷 坐在唐若雪身边 可怜嬉嬉开口 清神手艺太差了 不仅熬的鸡汤又腻又油 还来来回回就是那几个菜 连狮子头都不会做 再吃下去 我估计要吐了 姐 叫几分小龙虾来吃吧 你不是也喜欢吗 他诱惑住姐姐 胎姐一切正常 难得放纵一下 听到小龙虾 唐若雪嘴角牵动了几下 想起了当初给他打包的叶帆 毛子多了一抹黯然 看到唐若雪沉没 唐琪琪张张小嘴 你不喜欢吃 非要回去喝鸡汤 那我去找韩月他们聚一聚 回来中海这几天 我答应跟他们吃顿饭 却一直没空去 唐琪琪准备开溜 不准去 唐若雪一把锁住车门 要下暴雨了 不能四处去玩 随后 他抬起头对唐琪淡淡出声 回家 唐琪动作力索启动车子 姐 你怎么能这样霸道呢 不带我去吃火锅 也不让我叫小龙虾吃 还不让我去聚会 唐琪琪很是无奈 看住唐若雪 你这个样子 我 下次放假可就不回来了 唐若雪毫不惯着妹妹 你爱回不回 但回了家里 你要听我的 唐若雪 你简直就是第二个灵丘灵 总想掌控别人 一切 看到车子启动 聚会泡汤 唐琪琪急了 口不择言 怪不得你怀孕了 姐夫还跑掉 话一出口 她就马上闭嘴 随后又赶紧对唐若雪道歉 姐 对不起 我不是有意的 唐琪琪是千尹千约一人 又是叶凡昔日小姨子 跟叶凡圈子交集不少 也就知道不少事情 唐琪 走吧 唐若雪没有发飙 也没有生气 只是靠回座椅淡淡出声 快一点回去 要下暴雨了 对于现在的唐若雪来说 外面世界总会为她带来焦虑感 只有待在唐家别墅 待在残留叶凡气息的房间 才有一丝让她轻松的安全感 这也是家里饭菜再难吃 她也要早点回去的缘故 唐琪琪再度道歉 姐 对不起 我真不是有意的 没事 我不会怪你 毕竟很多事情是我就有自取 唐若雪与七淡漠原谅妹妹 随后还话锋一转 看新闻 你们牵引出事了 影响大不大 影响当然大 牵扯好几百亿美金呢 而且七总和秦律师他们也被抓了 人心惶惶 唐琪琪又打开话匣子 我能放假一个星期 也是因为海外业务停顿 工作量少了一半 说了一会 她又收住了话题 她突然反应过来 唐若雪不是对千颖感兴趣 而是想要知道叶凡近况 千颖现在危机不小 但对于我家大老板来说 这都不是事 听说大老板已经人在港城 联手霍涵两家 跟相国王室对话 昨晚 就在昨晚 大老板跟相国十四王子 豪赌一场 不仅赢得了三百亿筹码 还捏住了十四王子一条命 大老板手里 现在已有足够对话 审办成他们的筹码 我估计 千颖危机很快就会化解 甚至有可能让沈家赔偿 唐琪琪单手撑着脑袋 一脸崇拜 我们大老板真是厉害 这么复杂艰巨的困境 她都能轻易化解 不愧是我的偶像 她还侧头看了一眼姐姐 发现她果然竖住耳朵 聚精会神听着 原本的紧张 渐渐变成轻松 姐 看来你对姐夫还挺在意的 唐琪琪神情犹豫着开口 这么在乎 就赶紧追回来啊 不然她很快就被人抢走了 我听韩月说 好多千金名媛 准备填补你的空白呢 如非她跟叶凡太熟 不好下手 她都想要扑过去 她轻声一句 要不要我把姐夫引来 跟你一见啊 不用了 我跟她有缘无分 唐若雪恢复了那份弹幕 声音带着一抹惆怅 我亏欠她太多 她也变不成我想要的样子 她散去多余的念头 各自安好 七哥 七哥 有车子跟上我们 就在这时 唐七的对讲机忽然响了起来 传入唐氏保镖 肃穆紧张的声音 唐七眉头一皱 先是转到另一条车道 随后侧头看了一眼后视镜 果然 她见到有七辆计程车 不紧不慢跟随 他们从后面和左右三个方向 夹住唐氏车队 一辆计程车在后面堵住 唐氏车队退路 其余六辆就从左右两边 慢慢压上来 他们目标明确只取唐若雪所在车子 唐七脸色微变 没想到在中海还有人找唐若雪会 她不知道对方何方神圣 但知道此刻必须安全为上 她扫尸一眼路线 随后向对讲机发令 唐忠 你的车子负责阻挡他们 唐勇 你的车子居中应变 我带着唐小姐先走 唐七呈现出一个保镖应有的质素 咱们最后在唐家别墅会合 现在的唐家别墅有不少人护卫 足够应付一些危机 对讲机齐齐传来声音 明白 唐若雪微微皱眉 冲着我来 福邦的人 不知道 唐七轻声一句 唐总 系好安全带 护住胎儿 我要加速了 唐若雪点点头 动作力所保护好自己 唐七齐也拿出手机喊道 我找姐夫帮忙 第1419章救兵 呜 当唐若雪一把按掉妹妹求救叶凡的手机时 唐七也一踩油门从左侧车道窜出 接着 前方开路的唐氏车瞬间减速横在中间 后面两部跟随的唐氏车子也左右插出去 斜斜封住了左右两个车来车往的车道 在跟随的计程车下意识踩下刹车时 唐七趁机加速向前方冲去 油门轰轰作响生出强烈的推背感 让唐若雪和唐七齐身子一紧 让他们整个背部贴在座椅上 呜 在林肯车气势如虹冲出几百公尺后 前方一个路口突然窜出三辆计程车交替横挡 显然对方早有准备 唐总穿保护壳 唐七对唐若雪喝出一声 唐若雪马上动作 按下几个按钮 座椅多出一个蛋壳一样的东西 从两侧把他头和上半身护住 其中胎儿部位更是多了几层坚固护体 这让他看起来像是蛋壳中的小鸡 砰 看到唐若雪保护好自己 唐七马上手脚并用 让车子发出轰鸣声 下一秒 他直接加速撞在左侧车子 凶猛 很辣 砰 在唐七齐的紧张眼神中 左侧计程车顿时失去了控制 车头偏转一头撞在护栏上 白色护栏被他硬生生撞断 随后又轰鸣着撞上人行道十吨才停了下来 安全气囊全部弹出 车子也腾出一股白烟 唐七一击的手并没有过多的停留和查看 只想杀出一条血路 三小姐照顾好唐总 唐七对唐七齐喝出一声后 就继续操控着林肯往前冲锋 虽然叶凡跟唐若雪分开了 但杨家人还是送了这辆车跟唐若雪 不仅防弹 还异常稳固 堪比装甲车 林肯车又呼啸着向前冲出去 像是一只野猪撞在右侧车子的车身 哗当 一声巨响 右侧车子尖叫住冲出了道路 侧翻出二十多公尺 见到林肯车如此凶残 中间车子手忙脚乱落下车窗 探出一只散弹枪要对林肯车轰击 显然敌人要打伤唐七拿下林肯车 唐七没有给对方机会 用力踩下油门 黑色林肯车猛然提速 轮胎与地面高摩擦带出了尖热的鸣叫声 轰 当对方扣下板击时 林肯车猛地撞上第三辆继承车 在气势如虹的撞击下 继承车翻出四 五个跟斗 然后像苏化的柄钱一样变形落地 金属变形撕裂所发出来的洛兹响声 更是对耳膜的巨大折磨 同时 一辆车身极为笨重的保姆车窜来 混蛋 唐七吼叫一声 全力转动着方向盘 想要避开对方一撞 只是对方根本不给唐七脱身机会 油门大作撞在唐七骑这边了 唐七骑一阵 下意识尖叫 轰 没等尖叫落下 保姆车又是一顶 林肯车直接翻飞出去 卷起一大堆尘土 林肯车翻滚出十几米 随后撞在一扇大厦墙壁停下来 车身一片狼藉 车窗裂出痕迹 但没破出洞口 唐七脑袋昏沉 鼻子还流血 但还是迅速反应 倒是唐若雪躲在保护壳里 没有任何碰撞 哗啦 保姆车动作迅急 撞停林肯车后 车门就一声巨响拉开了 七 八个相国男子迅速下车 伸手去拉林肯车把手 只是车门被锁死 他们无法打开 拳头去砸玻璃 特制的防弹玻璃 也还是没给他们机会 用斧头砸开 一个西瓜头男子也钻了出来 捏出一只雪茄雕上 点燃 速战速绝 两名同伴迅速掏出一把长斧 对住林肯车的挡风玻璃 就是一道砰砰砰狠杂 唐七齐啊啊直叫 很是担心看住对方砸窗 随后紧紧抱着唐若雪 不想他受伤 唐七努力清醒过来 不过没有杀出去 而是从背后摸出一把短枪 他知道支援正在赶来 所以不能一次打光底牌 要慢慢拖延时间 砰砰砰 两把长斧操作猛如虎 一连串巨响打砸后 玻璃终于到了崩散边缘 结结结 就在这时 相国男子突然感觉天空暗了下来 还伴随着一阵毛骨悚然的怪笑声 西瓜头他们下意识抬头 正见一个黑衣女子戴着口罩从楼顶落下 速度极快 无比敏捷 唐若雪本能抬头 翘连指不住一颤 怎么都没想到是他出现 西瓜头嗅到了危险 喝出一声杀了他 呼 两名相国男子二话不说 直接挥舞长斧批了出去 落地的黑衣女子没有半点退让 对住挥来的斧头 简单拍出了两掌 当 两名汉匪原本以为能把黑衣女子 批成四截 至少能批断对方两只手 可是斧头跟对方掌心碰撞的瞬间 他们就脸色聚变如遭雷劈 只见斧头啪啪碎裂 紧接住 他们连人带着斧跌飞出去 途中对天喷血 蛮力惊人 刚落地 两只手又抓住他们脖子 咔嚓一声掐断了他们生机 挡无可挡 黑衣女子身体消瘦 却填满了整个道路 砰砰砰 没等两人死透 黑衣女子又是一个翻飞 双脚如蝴蝶一样点出 三名掏枪的敌人眼睛一通 接着碎裂眉骨剪出鲜血 三人连惨叫都没发出 就一头栽倒在地 生机熄灭 黑衣女子没有停歇 双手向两侧一扫 指甲顿时划破四名敌人的心口 胸膛鲜血淋淋 有如厉鬼 四人满脸惊恐 难以置信 怎么都没想到 黑衣女子速度这么恐怖 混蛋 看到同伴一一横死 向一位勃然大怒 手指弹飞雪架 下一秒 她一拳打向冲到眼前的黑衣女子 雷霆万钧 力道八百 黑衣女人左手一抓 抓住对方拳头 满力一涌 向一位半边身子一通 没等她大脑反应过来 黑衣女子身子一转 宛如蟒蛇贴在向一位身后 咔嚓 一声脆响 她咬断向一位的喉骨 满嘴是血 阴森恐怖 第1420章怎么可以这样 啊 虽然隔着一层口罩 但咬死人的可迷 还有泵射的鲜血 还是让抬头的唐琪琪尖叫一声 唐若雪本能望过去 看到这一幕 也是身体一颤 她嘴唇一抖 妈 她在南国仓库时 看过灵秋灵的样子 所以能够辨认出黑衣女子 是何方神圣 妈 唐琪琪文言打了个机灵 随后惊慌喊叫不已 不 不 她不是我妈 不是我妈 我妈不是怪物 不是怪物 而且我妈已经死了 死了 没有人告诉唐琪琪 关于灵秋灵的事 她也无法接受 灵秋灵现在的样子 妈没死 她就是灵秋灵 我们的母亲 唐若雪对助妹妹喊叫一声 接着就把身上蛋壳打开 她手忙脚乱去拉车门 却发现车门纹丝不动 她对住唐琪吼道 开门 开门 我要见我妈 她有太多的事情 想问灵秋灵 唐总 她很危险 你不能下去 唐琪眼皮一跳 连连出声劝阻 而且外面可能还有敌人 咱们就待在车上 她当然知道 灵秋灵活着 也推测出眼前女人可能是灵秋灵 今天能够活命也靠她出手 但她依然不能让唐若雪下去 万一灵秋灵大开杀戒 她就是千古罪人了 开门 开门 唐若雪怒不可斥拍打住车窗 我要见她 听到唐若雪的动静 灵秋灵微微偏头 舔了舔口罩 一把丢开死不瞑目的向依偎 她目光复杂看了看两个女儿 结结一笑转身要离开 双方已经是两个世界的人了 咻咻咻 就在这时 只见四把镖枪就飞射过来 还带着啪啪啪作响的电击声音 灵秋灵脸色微变 身体一纵向向后弹开 几乎是她刚远离原地 四把镖枪就砰砰砰刺在原地 随后炸出一大波电弧 接着十几道身影如离弦之剑 羞羞羞地射向了灵秋灵 前行途中 他们身形一变 如飞鱼一样散了出去 恶守住四周 为首一名灰衣中年人 则从人群冲出 微微一晃身子 转眼就到了灵秋灵的三米距离 秀 她一抬手 一刀飞射而出 灵秋灵脚步一晃消失 飞刀一闪而逝 砰 灵秋灵背后一棵树 一声巨响炸开 就像是被点燃的鞭炮般 炸得四分五裂 飞刀也当一声落地 灰衣中年人的力量可谓惊人 也让唐若雪和唐琪琪大吃一惊 弹出四五米的灵秋灵 也是露出兴趣 似乎没想到来了一个强敌 呼 没等灵秋灵再次躲避 灰衣中年人又如猎豹一般窜出去 她一拳砸向了灵秋灵 面对灰衣中年人的雷霆攻击 灵秋灵身子一挺 节节大笑 战意滔天 随后 她脚步一挪迎战了上去 右手也闪电般抬起冲出 砰砰砰 两股无形无声的拳影 在拳头相处前先狠狠脚击在一起 接着才传来一连串沉闷的轰鸣 还有脚底皮胶的摩擦声 砰 两个拳头让气流一沉 灰衣中年人急着冲力向上拔高 身体在半空中一挺 俯冲而下 灰衣中年人如毒蛇扑石一般再度轰向灵秋灵 灵秋灵健壮猛地飘退 双手敏捷地向侧挡出一击 砰 双方再度传来一声沉闷脆响 一退 再上 再撞击 两人间不停歇地相撞七八次 随后才向左右错开站定 灰衣中年人胸膛起伏 呼出一大口气 眼神略过一抹淡淡赞许 灵秋灵眼里却涌现出一抹苦楚 嘴角不受控制 躺出一股血迹 毫无疑问 灰衣中年人的战斗经验和修为胜他半仇 修修 只是灵秋灵没有逃跑 他便不出对方来历 不知道是不是袭杀女儿的人 所以他又是节节一笑 笑声中 他爆发出全力冲向灰衣中年人 冲锋途中 他身子一翻 双手撑地 双脚连踢 取向灰衣中年人的要害 攻势灵力 还速入流星 灰衣中年人不能不挡 可手一扬 灵秋灵转为出手 他出手远比出脚快 出手也比出脚要狠 阴爪狂喷而出 撑死也就两秒的时间 灵秋灵先后出了五爪 全部抓向灰衣中年人心口上 砰砰砰 招招狠辣 招招死守 索性灰衣中年人够厉害 双手连连挥舞 把灵秋灵攻击一一化解 秀 就在灵秋灵狂笑着要在攻击时 他的神经突然绷紧了 他嗅到了一股巨大危险 同时 耳边传来推开车门的唐若雪尖叫 小心 危机不在灰衣中年人 而是来自身后 完全就是下意识反应 灵秋灵一个倒仰进翻了出去 那一番 就算蛟龙出海与月龙门都没有如此的矫洁 只是 他快 一人更快 一个白衣青年 无声无息地潜到了他身后 一掌轻轻按下 灵秋灵躲闪不开 只来得及稍一身躯 但那一掌蓄谋已久 怎会落空 他一转身 激向背后的一掌全部激在他的侧类之上 灵秋灵先是整个人喷血飞起 然后才感觉到身体中咔嚓咔嚓脆响 灵秋灵感觉那不像是一掌 而更像是千斤的铁锤砸在他身上 等他落在保姆车顶的时候 他的肋骨已经断了两根 妈妈 唐若雪下意识要冲前 却被唐琪琪和唐琪死拉住 噗 灵秋灵又不可遏止地吐出一口血 口罩彻底湿透 偷袭我 他愤怒抬头望去 只见一个白衣年轻人站在不远处 覆手而立 温润如玉 他看住灵秋灵淡淡一笑 灵秋灵 唐琪琪身躯颤抖了一下 没想到又有人佐证对方是母亲 灵秋灵眼露凶光 你是谁 楚门 楚子轩 你理通境外 威胁无辜 严重损害华裔利益 威胁神州子民安全 我奉九家之命 积你归案 抓我 灵秋灵文言狂笑不已 随后对唐若雪吼出一声 唐若雪 看到了吗 看到了吗 叶凡安排人手 一直盯烧住你 但这些人不是保护你 而是要透过你来杀掉我 叶凡不在乎你生死 也不在乎孩子出事 你被匪徒袭击 他的人不出手不解救 等我险身才围攻 而且是偷袭我 偷袭我 叶凡想要我死 一直想要我死 你给老娘记住了 叶凡狼心狗肺 你千万不要跟他死灰复燃 灵秋灵明笑不已 不然你迟早会后悔的 唐若雪哭泣着喊道 妈 唐琪琪扑通一声 摊在地上 妈 别理叶凡 别理你爸 林秋灵又吼出一声 随后就双腿一沉 车顶咔嚓碎裂 车窗也都崩飞出去 无数玻璃羞羞羞 向楚子轩他们飞射 砰 当楚子轩和会议男子 退后几步扫落碎片时 林秋灵身子一弹 直接从保姆车座椅弹射出去 她像炮弹一样 冲到四层楼高 随后左手一扬 一道余线缠住气楼空调 身体又弹了上去 触碰到空调 林秋灵手指一按 翻上了一间办公大楼的窗户 接着里面就传来一阵惊慌和尖叫 楚子轩正要带人冲上去抓拿 却见七楼窗口 跌出几个白领 啊 他们手脚挥舞 绝望尖叫 楚子轩脸色微变 脚步一挪 几乎跟会议中年人 同时抱射出去 两人动作敏捷 各自接住两名白领 划出十几公尺 四人平安无事 只是迟缓了时间 楚子轩再度抬头望上去 却见林秋灵已经不见影子 却说 咬住他 楚子轩保持着平静 随后向灰衣男子偏头 我给叶凡打个电话提醒一声 他担心林秋灵逃出去 对叶凡报复 只是还没打出去 他就看到唐若雪痛苦跪地喊叫 你们真是叶凡派来的吗 叶凡 你怎么可以这样 第1421章被包围了 向国人攻击唐若雪 林秋灵出手救了人 一个小时后 滑灯出上的港城 爱丽莎邮轮 叶凡收到了来自中海的情报 他神情带着一股凝重 望向了司徒空 唐若雪有没有事 孩子怎么样 唐小姐很好 没有什么大爱 孩子也一切正常 看到叶凡的焦虑 司徒空赶紧回到 金智灵派人去检查了 母子平安 听到这一句话 叶凡神情轻松了不少 随后脸上又露出一抹哄讽 其实我又何必担心他和孩子 他身边除了唐七 医伙人保护之外 还有林秋灵这个实验体跟住 除非 是爵士高手攻击 不然向国人扛不住林秋灵反杀的 他的速度和力量 就不是常人能够想象的 有这样厉害的人暗中保护 谁又能伤害到唐若雪呢 再说了 我担心也没什么意义 他不想孩子生下来 有一千个法子流产 叶凡喃喃自语一番 正在吃饭的他顿感索然无味 把筷子往前面叠子一丢 看来林秋灵当初说的全都是真的了 叶凡对唐若雪所为露出一抹自嘲 他一度存在侥幸心理 唐若雪知道林秋灵存在 但并没有庇护后者 更多是林秋灵拿话刺激自己 如今看来 唐若雪怕是一直掩护着林秋灵 至少两人存在着一定默契 不然林秋灵怎会及时杀出旧人 随后 叶凡清醒了过来 端起水杯喝入一口 抓住林秋灵没有 没有 司徒空给叶凡倒上半杯柠檬水 随后把中海发生的事情全部告诉叶凡 楚门的楚子轩和黄雀重创了林秋灵 还围住了他 可是没有想到 他借助保姆车顶弹入了写字楼七楼 楚子轩他们正要冲上去追击 林秋灵把 四个女白领从七楼丢下来 这样一来 楚子轩他们不得不救人 这样一耽搁 再冲上去 林秋灵就不见了影子 不过林秋灵已经受了伤 相信楚子轩很快就会找到他 楚少还让我们转告你 林秋灵对你充满恨意 你这几天最好小心一点 不要被他暗算了 司徒空小心提醒一句 林秋灵觉得是你派人追杀他 我还巴不得他来袭击我那叶凡哼出一声 这样我就可以把他杀掉 免得身边人处于凶险之中 让我吃饭都不得安宁 对于叶凡来说 解决林秋灵 远比各个金之灵常年严防死守药 划算 叶少 你要不要给唐小姐打个电话 司徒空神情犹豫住开口 他受到这么大的惊吓 估计需要你的安抚 我跟他已经是最熟悉的陌生人了 叶凡眸子黯然了不少 感觉唐若雪的容颜已经淡化了两分 唯一还有所牵扯的 就是他肚子里不知道能不能出生的孩子 我打电话给他有什么意义 何况他身边有唐琪琪陪着 想到玉士的摔跤 以及庇护林秋灵 叶凡就多了一丝烦闷和抗拒 明白 牵扯到感情的事情 司徒空也不敢多说什么 随后转移话题 叶少 虽然那伙袭击的人身份隐秘 一时查不出来 但确实都是向国人面孔 这一起袭击 九成是四王妃干的 她无法对货商隐和韩长山下手 就想要剑走偏锋 拿唐若雪威胁你她 轻声一句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徐千千还真是猜测没错啊 叶凡从唐若雪的情绪走出来 四王妃对我远在千里的身边人下手 不得不说 她 这暗度陈仓干得很有水准 让我防不胜防 不过这也说明 她是强弩之末了 只要我们再给她一记重击 她就要彻底崩溃来求我了 说到 这里 她拿出了手机 打出了一个号码 干得怎么样了 电话令端传来徐千千一声叹息 任务刚完成 漂亮 叶凡赞许一笑 随后打开一个平板电脑 调出一个一百万的悬赏令 她对司徒空偏头 打电话给国警保罗先生 晚上九点 向国公馆 灯火通明 四王妃坐在公馆的凉亭里 一边喝着红茶 一边看住地图 这是一张爱丽莎游轮的平面图 虽然不算详尽 但也标示得很是到位 火力 人员几乎都出现了 只是四王妃看了七 八遍 她也找不到潜入进去救人的缺口 除了不知道向杀虎关在哪里之外 还有就是重重机关让她很绝望 她一度想过用火箭弹轰击 但作战经验丰富的护卫告诉她 以爱丽莎的体积和质地 炸三天三夜都未必能炸翻 向一位有消息没有 对爱丽莎游轮无计可施之余 她只能寄托在向一位一伙人身上 王妃 没有消息 没有电话 几个探子也都失去了联系 这时金发秘书恰好跑了过来 站在四王妃面前凝重开口 估计向一位出事了 出事了 四王妃脸色一沉 怎么可能 我仔细筛选一番 才找到唐若雪这个防卫力量最薄弱 但对叶凡又很重要的人质 怎么会失败呢 而且向一位 他们以前就是专门绑票的汉匪 蛇国 星国等好几个大富豪都被她绑架过 对这一世早熟练得不得了 拿下 一个唐若雪 哪有什么风险 她语气带着一股怒意 再联系 我就不信 向一位会失败 金发秘书连连点头 随后拿着手机继续联系 很快 她又小心翼翼跑回来 王妃 得到消息 任务失败 向一位全军覆没 神州警方也正在调查他们身份 估计迟早会找上门来 我们必须尽早做出切割 不然一旦被外界知道 你跟向一位这些人的关系 对你喝 十四王子上尉很是不利 她提醒一句 全军覆没 四王妃眼皮一跳 疼得站起 这怎么可能 暂时不清楚过程 但向一位他们确实都死了 金发秘书低声一句 他们是跟随软管家的人 必要时候可以推在软管家身上 闭嘴 四王妃一巴掌抽在金发秘书脸上喝道 我现在是要推卸责任吗 我是要绑架唐若雪做人质 我要救出我儿子 像因为他们全军覆没了 我儿子岂不要继续受苦 我岂不要继续受叶凡的气 去 聚集野兽军团 她一声令下 今晚 不惜 代驾攻陷爱丽莎邮轮就出向沙虎 金发女郎忙着捂住脸劝告 王妃 不要轻举妄动 四王妃怒道 去 呜 就在这时 只听外面传来一阵汽车呼啸声 接着就是车子撞击铁门的轰然巨响 同时 向国公馆上空灯光大作 一阵充满暴力的吆喝和吼叫传来 显得来者气势汹汹 什么人来向国公馆撒野 四王妃先是一愣 随后怒笑 是叶凡来报复吗 传令下去 叶凡胆敢擅闯向国公馆 格杀勿论 他真的怒了 一而再再而三被叶凡这样欺负 他实在无法忍受 而且向一位他们的全军覆没也刺激了他 要大开杀戒了 向国护卫瞬间暴动 拿出武器准备击杀 王妃 王妃 不是叶凡 不是叶凡 就在这时 一名向国保镖跑了过来 上气不接下气喊道 是国警 是国警包围了我们 亚洲区最高负责人保罗先生带队 他们怀疑你偷了老人于海 第1422章黑天鹅保险箱 什么 国探 保罗先生 老人于海 听到手下的报告 四王妃止不住一愣 不是叶凡带人来报复自己吗 怎么变成国探来找自己麻烦了 而且还事关震惊世界失窃的老人于海 四王妃怎么都觉得荒漠可笑 但还是冷着脸带人迎接出去 很快 他来到前厅 正看见几十名不同肤色的探员 簇拥着一个身材魁梧的黑人站在门口 外面 也有几十名探员牵着警犬 恶守住各个出入通道 四王妃曾在几次联合打击犯罪行动的国际会议上 见过魁梧黑人 正是亚洲地区第一负责人保罗会长 此人能力极强 手段过人 加入国探以来破获过几十起跨国大案 蛇国横死百人的人口饭血案 新国涉及百亿的洗钱大案 马国的十八吨毒粉重案 几乎都有他介入的影子 所以他四十多岁就成为亚洲区最高负责人 也是国探区之可数的五大核心人物之一 他的出现让四王妃多了一股压力 保罗先生 什么风把你吹过来了 四王妃虽然心情烦闷 但还是挤出笑容走过去 只是这样冲撞向国公馆不太好吧 他免礼藏针 这很影响我们的声誉 也会对我造成抹黑 夫人 对不起 我不是有意冒犯 但是事关世界魁保老人于海的下落 我不得不尽职责 保罗脸上没有半点波澜 彬彬有礼回应 希望夫人能多多包涵 老人于海一世 我知道 他几个月前在罗浮宫失窃 听说被江阳大盗弄走了 四王妃眼神一冷 我也清楚她的价值 堪比范谷先生的向日葵 和达文西的蒙娜丽莎 我也很遗憾她的遗失 这是全人类的一大损失 只是她跟向国公馆有什么关系 跟我有什么关系 她与其带着一股子不满 毕竟保罗一伙人的所为 无疑于在昭示她是盗窃名画的小偷 如非保罗是外籍人士 还位高权重 她早就一巴掌过去 还叫人乱棍打出去 夫人 法庭没有定罪之前 任何人都是清白的 保罗微微挺着身子开口 同样 我也不会认为 夫人现在就是罪犯 只是我 有足够的线索证明 老人于海就藏在向国公馆 夫人应该知道 她失陷好几个月了 几乎全世界都在找她 她还成了我们国探的心头之刺 不管是 尽我们职责 还是让全世界放心 我们都有义务尽快把她找出来 现在有线索 我们自然要尽百分百的努力 所以我希望夫人能够授权我们搜一搜 她彬彬有礼 这样既能让我们完成任务 也能还夫人清白 放肆 听到保罗要搜查向国公馆的话 金发秘书止不住喝道 这里是向国公馆 是向国神圣不可侵犯的地方 风可敬 雨可敬 国王不可敬 我们怎能为了所谓的清白 让你们践踏我们的尊严 我劝告你们最好马上滚蛋 不然我们将会向国探总部投诉 让你吃不了都助走 其余向国 人员也都义愤填膺 搜查向国公馆 对他们来说 简直就是奇耻大辱 第一 你们要投诉 尽管投诉 只要是为了找出老人于海 我保罗绝对不会皱眉 保罗针锋相对 第二 如果你们禁止我们搜寻 我们不会强硬逼迫你们让开 但我们会如是向世界子民公开 向国公馆 存在窃导名画重大嫌疑 因为我们手上有足够的线索和证据 保罗也变得强硬起来 向国的声誉因此受到损害 到时可不要埋怨我们 这 一番话 让金发秘书他们脸色巨变 一旦保罗对民众公告向国公馆牵扯老人于海 向国就会马上处于世界舆论漩涡 毕竟太多人盯着这件惊天大案 得到国探的指控 所有人都会认定向国做贼心虚 不敢接收搜索 而且只要一天没找到老人于海 向国就会被当成偷窃名画的贼 国籍大到四的字只怕会永远扣在向国头上 这会严重影响向国的崛起和声誉 只是让保罗搜查 他们又觉得这是一种巨大侮辱 保罗先生 你刚才的话 让我很失望 也很影响我们的友谊 似亡非缓和双方冲突 不过我也明白你的职责所在 以及公众对你们施加的压力 我 愿意放弃尊严 让你们搜一搜 他追问一声 只是搜查之前 我想要确认三件事情保罗淡淡开口 夫人请说 第一 你们确定有足够证据表明 老人于海在向国公馆 是 第二 你们能不能告诉我 究竟是谁提供这些线索给你们 不能 我们要保护线人的人身安全 第三 如果你们把向国公馆挖地三尺 都没找到老人于海 你到时准备怎么给我一个交代 如果没有找到老人于海 那就表示我们误会了夫人 保罗很是直接 我们愿意赔礼道歉 澄清今晚行动 归还夫人清白 还可以赔偿一百万给夫人 四王妃淡漠一笑 不够 保罗一字一句回应 再加我一根手指 他也明白 搜查像国公馆这种地方 风险和利益是并存的 要成为找出老人于海的大功臣 就要承受搜寻失败的身败名裂 痛快 就这么定了 四王妃大笑一声 随后手指一挥 你们搜吧 来人 传令下去 国探可以搜寻公馆任何地方 任何人员不得阻拦 还要全面配合 他眯起眼睛盯向了保罗 希望保罗先生有所斩获 保罗没有再废话 一声令下 搜 几十名身手敏捷的探员迅速动作 训练有素 对驻像国公馆搜查起来 接着 十几条警犬也被牵进来 整个公馆很快击飞狗跳 喧闹无比 四王妃没有太多举动 坐在一张高脚椅上 倒了一杯红酒慢慢喝住 他对老人于海没有半点兴趣 也从来没有接触过这一幅画 更是不缺这点钱 怎么可能把他偷窃过来呢 他还寻思 今晚这一出 怕是叶凡故意恶心他的 王八蛋 等着 四王妃咬着红艳嘴唇 我迟早要让你跪下来舔我邪面 想到叶凡痛哭流涕的样子 四王妃隐约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快感 保罗看到四王妃风轻云淡的态势 也止不住皱起眉头 难道情报真有误 叮 就在这时 四王妃的手机震动了起来 他一咬红唇 伸手拿过来接听 耳边很快传来一个让他恼怒的声音 王妃 晚上好 叶凡 四王妃眸子一冷喝道 今晚是你搞的鬼对不对 叶凡一笑 没错 惊不惊喜 无知小子 幼稚至极 四王妃冷笑一声 我连老人与海贱都没见过 他又怎么可能在相国公馆呢 他突然觉得叶凡太无能 知道唐若雪被绑架 却不敢上门报复 只能玩这种小把戏 他不知道叶凡跟保罗的关系 但知道待会断保罗一根手指后 保罗就会怨恨叶凡 他 真在 叶凡淡淡一笑 你卧室的黑天鹅保险箱 真有老人与海 保险箱 黑天鹅 四王妃笑容瞬间一江 随后对住电话 春风一样温柔 叶凡 恩亨 我操你十八代祖宗 第1423章翻新的梅花表 在这里 几乎是四王妃怒骂叶凡落下 几名国探就从里面吆喝一声 接着 十几名同伴旋风一样冲入了一间主卧 保罗也带着两位专家冲进去 片刻之后 保罗捧着一幅画出来 正是老人与海 看到这一幕 金发秘书他们全都目瞪口呆 完全没有想到 尸切的名画真从相国公馆找了出来 这对相国的国际声誉具有致命打击 而且这幅画是从四王妃卧室搜出来的 事情有些复杂 妇人 经过专家鉴定 这幅画就是老人与海 也就是罗浮宫尸切的名画 我不愿意相信你会 唆使人偷窃 也不愿意相信你会跟江阳大盗交易 但这件事 你还是需要给我一个交代 保罗脸上努力保持平静 但眼里依然有着一抹激动 追查好几个月的名画终于找到了 失窃案也即将告破 会让他名声大噪 甚至轻始流明 如果我说有人栽赃陷害 你会相信吗 四王妃没有激动和愤怒 只是泯入一口酒 压制内心的无奈 向国公馆风可敬 鱼可敬 国王不可敬 事实你们也有七十多人守卫 十二条狼犬巡逻 一百多个摄影机 而且诗话 还是藏在只有夫人知道密码的保险柜 谁能栽赃陷害 保罗脸上也没有情绪起伏 或者夫人有什么铁证表明 有人栽赃陷害 只要你有证据是别人算计你 我马上带人把对方绳制以法 我不会冤枉一个好人 也不会放过一个坏人 但夫人如果没有证据 那只能跟我去一趟国探分部喝杯咖啡了 当然 你可以拒绝 那么明天我直接召开记者招待会 阐述老人于海是从相国公馆搜出来的 他语气平缓 字眼却淋漓见血 扼杀着四 王妃反抗的空间 证据 四王妃文言自嘲一笑 有证据我就不会跟你废话了 虽然他不 知道叶凡怎么办到的 但他心里明白 叶凡敢栽赃物陷害 还打电话给他 那就说明不会有首尾留下来 他抬起头望向保罗 保罗先生 以你的聪明和经验 你觉得我会是盗窃名画的人吗 我愿意相信夫人 但证据摆在面前 还是需要夫人交代的 保罗脸上看不出身前 随后轻轻侧手 夫人请 行 为了我的清白 我跟你走一趟 四王妃丢掉手里的酒杯 起身对金发秘书开口 尽快找到沈小雕 她目光变得深邃 然后给叶凡送过去 金发秘书点点头 明白 她知道 四王妃已经没有筹码了 只能用沈小雕换人了 她感慨一声 叶凡的强大 明明知道她在挖坑 却怎么都躲不了 只能用她的节奏踩下去 第二天早上 叶凡早早起身修炼 足足两个小时 她才收工回房洗澡 敌人越来越强大 叶凡也努力让自己强大 免得下次遇见高手又要跑路 从浴室出来 叶凡用毛巾擦拭头发 见徐千千出现在她面前 那只白皙的御手不断晃动 四王妃被保罗请进去了 如果说不清楚 至少要扣留48小时协助调查 你随时可以把事情捅出去 让向国王氏生育严重受损 蔡云上诬陷失败 袭击霍涵两家失败 绑架唐若雪失败 对赌也失败 现在 四王妃已经没什么牌可打了 反而被你捏着儿子生死 和王氏生育 最后结果必然是向你低头和谈 我的任务也算是完成了 帝皇之心是不是该还给我了 女人一身 衬衣短裙 装扮得跟兔女郎一样 只是灿烂笑容下面 带着一丝脚侠 这件事干得不错 叶凡俯身从床底掏出帝皇之心 随手丢给徐千千开口 帝皇之心你拿走 不过我劝告你暂时 最好不要出手 玉京香正四处找你 一旦被他们锁定 你小命可能就保不住 另外 你还记得我在宝城 跟你说过的话吗 你身上死气太重了 如不好好消除 你迟早会被他吞噬 到时 轻则一命呜呼 重则变得人不人鬼不鬼 他也不怎么避忌 拿出一套衣服换了上去 谢谢 我有分寸 徐千千接住帝皇之心 用力擦拭一番 辨认出是真祸后 很是欣喜 羽人对钻石和珠宝 一向没什么抵抗力 他小心把帝皇之心藏好 好了 东西我拿到了 伤势也差不多了 你我就此一别吧 好 再见 不过走之前 能不能把我的梅花表喝 于长剑等东西还回来 叶凡对住出门的女人 喊出一声 小气鬼 徐千千做鬼脸 接着哗啦一声 把叶凡身上之物全部丢在床上 于长剑 手机 梅花表 现金 什么都有 谁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顺走了这些 你说你 也算是一个大老板了 不买几个劳力士带着 也该弄好一点的石英表 带这样一个淘汰几十年的梅花表 还是一个翻新产品 不绝 得很丢身份嘛 叶凡好奇问道 你怎么知道这梅花表是翻新的 这虽然是唐三国送给他的梅花表 有几十年历史 还不怎么值钱 但怎么也不该是翻新产品啊 重量 徐千千向叶凡扬一扬他那双白皙滑嫩的手 翘脸说不出的骄傲 我这一双手 可是千千妙手 什么东西在我手里过一遍 我就能知道它特征和分量 你这款梅花表 是八十年代产物 带日历 防水 叫9981 当时大概3000块 我家人也有好几只 我对它了解无比 它正常重量大概是135克 而你这只梅花表 重量超出150克了 还有拆装打磨过的痕迹 毫无疑问 里面的零件曾经坏过 一时 找不到正品更换 就用山寨零件替代将就注用 山寨零件总是粗糙了一点 所以重量多少会超出 它真不值钱 说完之后 徐千千就对叶凡辉挥挥手 一六言的从门口消失 这一个再次 优优独播剧场上